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董大厨 过年好呀 过年好 这个老人家确实来的草莓 自动日来了之后已经做好了 您现在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 这是不是正月十五吗 你咬点元宵啊 这是您咬好的 这不叫元宵 这不是元宵这是什么 这叫汤圆 我这里头是叫元宵 是不是大伙跟我一样完全分不清楚 什么是元宵 什么是汤圆 有什么区别他们 这俩区别大了 你听我细细给你讲来 元宵节在北方吃的叫元宵 南方吃的叫汤圆 这二者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元宵都是甜口的 有黑芝麻馅 豆沙馅等等 一般是先做好馅馅 然后放在干糯米面中滚成球形 汤圆是把糯米做成面团 然后再包上馅馅做成的 除了甜口之外呢 还有咸口 比如有肉松馅 煎肉香菇馅的等等 从口感上说呢 元宵吃起来比较有嚼劲 而汤圆的口感呢 相对软和糯 二者虽然有很多不同 但是会在元宵节这天 带给我们同样甜蜜的幸福 这下终于明白了 元宵和汤圆 它无论在做法和口感上 都有很大的区别 明白了 再也不会混淆了 这个我想试试摇这个 来试试 我一直特别好奇就是 方的馅怎么能摇圆 有技巧吗 没什么技巧 沾满了面粉 如果说非得要有一个技巧的话 是不是就是必须冯大师摇的 差不多的时候我再摇 它就一定圆 沾到什么时候就合适 现在这样 就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我给大家出来看 就是你捏着它特别的挺 但是同时又没有太多的粉 在上面那种感觉就可以了 是不是可以装盘了 可以装盘 你看这个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这个就基本上也算是我做了一半了 是吧 我想起一个事 您今天上我们家来做元宵 您自家元宵做了吗 没有 我这还好几天等着我做元宵 我就算了 您赶紧忙 谢谢 我得好 我得赶紧做元宵去了 你看我都没留您吃饭 那您忙吧 谢谢 元宵节快乐 元宵节快乐 我估计我们今天大厨跟大人马上就要到了 看今天他们在元宵节能做点什么吃的 我们来咯 来了 张大厨新一年你看不一样 您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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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你好 你好 您好 你好 大贝 您好 欢迎 过年好 过年好 来 打一招呼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贵州的南雪梅 大家也可以叫我梅表姐 梅表姐 谁还没个表姐 我有表姐 我也有表姐 张大厨认识一下 我是大家老朋友 张立军 张大厨 那我想知道就是在咱们元宵节的时候 贵州贵阳咱们吃什么好吃的呀 汤圆是肯定要吃的啦 就这个 对呀 那你们汤圆怎么吃啊 就拿水煮一下 水煮是一种吃法 但是从我们贵州那个地域来讲 我们还有一种吃法 用酸菜炒汤圆 酸菜炒汤圆 是啊 这就是传说当中非常暗黑的汤圆的吃法吗 是什么口味的 您先给我预知一下 里面是甜的 外面用酸菜来剪一下 你口感很特别的 酸甜咸咸口的酸菜炒汤圆 我真的一定要见识 那您先做吧 好吧 那行 这个汤圆呢 然后我们要先给它炸一下 要油炸呢 油炸一下 油炸一下呢 然后我先用这个土豆粉 来给它裹一下面 因为拿出来它是有那个水气的嘛 用这个土豆粉呢 稍微搁一下呢 在油锅里面它就不会溅了 我小的时候见过别人炸那个油膏 里面不是有甜馅吗 我就眼看着那个油膏 爆炸那个油 就飞起来 然后呢 所有人就落荒而逃的感觉 这个有没有那个风险 这个可能会 但是已经用土豆粉隔开了以后会好得多 然后呢 我们盖上锅盖啊 首先拿土豆粉裹一下 对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盖上锅盖去炸 好 差不多了 可以啊 您弄我马上盖 那可以盖上了 盖上 盖上了 我们就要晃荡一下 晃荡一下它就在里面基本上比自然翻面了 那你之前一开始炸这个汤圆的时候 有没有内心也是很忐忑的 很恐怖啊 原来重庆人嘛 然后小时候来到贵州 然后知道了 这么一道菜就很想妈妈做给自己吃 然后呢 做上去以后 那个很危险的啊 以前的过去也没那么好啊 非得让妈妈铁而走险 对对对对对 因为一般呢 过年过节了 肯定都要做几道地道的家乡菜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看一下 它好像麦表有一点点酥脆的感觉 嗯 慢慢的起来 我离它远一点 对对 因为它现在在里面 你知道在翻腾 我在这边 嗯 好 听见了吗 听到这 爆爆 它就是一直往上在爆 你 你躲得够快呀 好了 基本上这个时候可以关火 关火就没有风险了 拿个盘子吧 来 好嘞 有点爆米花的感觉了 对爆米花对对对 有时候会爆一些出来 那爆了之后怎么办 爆了就只先给它吃掉了 就直接可以吃吗 对呀可以啊 尝一尝 但是很小心烫嘴 我替大家把长得不好看的吃点啊 现在它有一种棉花糖的质感 夹在筷子之上 嗯 小心哦 就是我想象当中的油炸汤圆的感觉 就是外表有酥脆的感觉 里面还是有糯米的粘 和芝麻的香和甜在里面 但是接下来 接下来 炒酸菜泡面之后 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您在家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元宵节的时候 一家人要在一起啊 然后呢 我们就原来是守着妈妈妈 好吃的饭菜妈妈做出来 我们就一起围在一起吃饭啦 吃完了这一餐啊 元宵基本上这个年啊 就算过完了 那现在呢 现在呢就是我们做个孩子吃啦 因为现在闺女特别爱吃这个菜 所以每年呢 我们都会做这个 酸甜 咸咸口的汤圆 对啊 然后看着元宵晚会 是的 五味杂成的感觉 哈哈哈哈 也很幸福 王妮要加麻辣的味道在里面 对啊 先加了辣椒 你看到这个辣椒吗 这个辣椒呢 是我们贵州的齿椒 也叫皱椒 还叫鸡爪椒 你看 真的是皱椒 这个皱纹看着 它呈有80岁以上 是皱的 对 然后 这个有什么特点呢 它这个和其他辣椒有不同 因为它是在我们贵州的大方 这个地方产出来的 它脆香甜 在里面不是特别辣 它有辣椒的气质 不要特别辣的味道 然后加了一点花椒 嗯 看得不错 为什么要非得这样 推在一个甜甜的汤圆 加了酸菜呦 这就是各个地方的特色相结合啦 麻辣酸的味道 就是我们贵州的 喝不少 贵州人好喜欢吃酸菜 对 酸菜呢 就是贵州我们的一个特色了 当时呢 很多年前贵州是缺盐的 没有盐吃就没有那个力气嘛 对 所以呢 可以用这些发酵的酸菜来代替盐这个调味品 对对对 然后因为贵州 小数民族人民又很聪慧 然后就发明了这个很多的酸汤酸菜 这样来下饭 然后吃了比较有力气 对 炒香了 我还加一个东西 看这里面有脆哨 啥就是脆哨 脆哨这个就是我们用猪肉的那个母花肉 切成钾 把油脂 切它底干以后 这样子做的一个小吃 这个在北方好像也有 油渣 那个叫油渣 油渣 对 跟这一样嘛 油渣是炼油出来的 剩下的那个 跟这个不一样的 好 这时候我们要把蒜苗先加进去 我们是把这个呢 和好以后调料 然后再把一个汤圆放进去 其实就是呢 综合一个味道 综合一个味道就可以了 这样涮一下 一下就把这个生活当中的 所有我们基本上 尝到的这个酸甜苦辣咸的味道 都放到一道菜当中 而且要选择一个特别重要的 其实元宵节来吃它 您颠不了锅是吗 您找张大厨颠吗 对 您这部颠锅的意义是什么 让所有的食材 让它们纠缠在一起的解开 哦 还原吧 不仅是这个汤圆要圆 所有的食材必须包裹在一起之后的一种还原 哎呀 我忘了一道东西 哦 盐是吧 对啊 你看您之前说了说贵州人 因为这个交通不便 就是 不用盐 然后现在交通方便了 我们有查卡盐 源自天空之境的健康胡盐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那太好了 来试试吧 这个盐真的挺好 因为就是我觉得它现在符合咱们当下 这个健康选择 你可以选择有点的 可以选择没点的 可以选择颗粒大的 可以选择颗粒小的 好 我还是挺期待尝一下它的 因为它看起来样子还是挺好吃的 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暗黑 好了 现在我们会放一点豆面 豆面 对 黄豆粉呢 吃这个它和酪食在一起非常搭的 它点黑在上面 它在口感上面就会有个立体的感觉了 张大厨您先来 您先来 您先来 我不客气了 您先来 还行 很立体的味道 感到是酸 那里头是甜 感到是辣 好 真的是3D效果的 汤圆的味道 进嘴之后呢 首先是那个荒冬面的那种味道 然后马上就是辣 然后再是咸 酸 然后再嚼紧之后 今天是甜的 是不是很有层次感 非常有层次感 元宵节吃的也挺好 酸甜辣 感觉还是 第一次吃 还是有点意义 对 你看 一个元宵节 我觉得中国不同地方 都有各自不同特色 我都能想象 你们家在过元宵节的时候 吃了这个酸甜口大前 用酸菜炒的这个汤圆 然后看着元宵晚会那个感觉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习俗 街灯米啊 烫花灯啊 老板也一样啊 烫花灯啊 好 看个月的 晚上 其实中国人特别喜欢 叫闹元宵 这个闹实际上是热闹 另外呢 这也是咱们过完春节之后的 第一个月圆之日 月亮把大地照明之后 趁着这个亮 还不赶紧出去玩一玩 另外呢 我们也把这个元宵节 叫做上元节 因为晚上呢 我们又叫宵 所以说又把它叫做元宵节 所以说 在这一天 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呢 吃完最后一顿团圆饭之后 很多人就要去工作了 所以说我觉得 吃一些团团圆圆的 一家人坐在一起 分配特别的好 很老一样 是的 太太的鸡汁 蒸鸡入汤 自然鲜 半线半旅 太太的鸡汁 喊您回家吃饭 买米碗面 认准竹林门 回家吃饭 由重量 竹林门米面 冠名播出 先把汤圆 裹上一点土豆粉 在油温50度的时候 把汤圆放下去 盖上锅盖 拿着锅的手柄 这样轻轻晃荡 一分半钟到两分钟 就可以了 另外起锅 锅里面放少量的油 下干辣椒 花椒 酸菜 炒香 扁干以后 再放一个脆哨 蒜苗进去 再把那个炸好的汤圆 放进去 撒一点盐 均匀地炒散 这样就可以起锅了 装盘以后呢 就把黄豆面 撒一点在上面 就可以了 今天不只是元宵节 还是女水 叫滋养品牌 特意选取了 那咱们闹着元宵 也继续养生 谢谢梅表姐 今天上我们尝到了 贵州国元宵节 所吃的这个美食 元宵节 酒店天一定要吃 这么一道菜 因为它就是家的味道 是的 然后呢 就把生活当中的五味杂生 全部都在一道菜当中了 那你今天做一个什么 我做一个 酒香风子桂花鱼 我以为您要做一个 跟元宵节有关的 今天不只是元宵节 还是雨水 雨水这个节气 叫滋养品味 而且咱们用的桂鱼 这品味是特别好 那咱们闹着元宵 也继续养生 为了贴上时间 在地下这把鱼 都闹好了 好的 咱们就上来呢 主要是片 我帮您拿刀 好嘞 丝瓜垫底 一是隔开 别沾盘 二是好吃 春季了嘛 雨水 多吃点清淡的 而且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呢 逐渐就有更多的 绿色的菜 对对对 好 对 把这个地下鱼骨 都给马上淘 它原本长啥样 给它再摆回去 对对对 打一个双飞刀 就蝴蝶片 对 蝴蝶片 您特地选了桂鱼 对呀 在雨水这个节气去吃它 对 原因是 桂鱼对脾胃好 而且开春嘛 对这个人体吸收 桂鱼来讲吸收得好 而且它刺少 今年呢特别的巧 往常雨水 大概就在元宵节的前后 今年刚好是撞在同一天了 雨水呢大概就是南方开始变暖 这湿暖气流开始往北方走了 跟北方的冷空气打架的时候呢 突然间啪碰到了之后 就开始降水了 所以呢这个节气叫做雨水 另外呢 尽管说南方已经开始暖化 但北方呢真的是倒春寒 还特别冷 您一定要注意春雨秋冬别感冒 那咱们这个鱼今天的做法是什么 清蒸 清蒸是吧 对 一般清蒸的话就直接就整条就进去了 过年过节咱做细点 所以我知道您这丝瓜铺在底下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就是因为这盘是瓷式的嘛 对 丝瓜垫在底下空气能对流 上下都很熟 咱们切的时候是散鱼 上桌一定要是整鱼 有头有尾 对 完了咱们腌一下一下 来点糖 糖提鲜少来 少来 腌少来 土豆粉 稍微抓一下就成 各地生粉目的是什么 锁住水分 好 这腌一下就完了 太简单了 我这简单但是好吃啊 鱼鳍摆回去 那咱们就光吃这鱼吗 不 咱们还要加上香菇 春笋片 我呢一片肉 一片春笋 一片香菇 哦 给它码好了 码好了 这是为了这个 雨水洁气 特意选这个 春笋呢属于素纤维 开车嘛 还有排炉 香菇呢 合为健脾 这一时也吃这个最好 这就成了 你得给我找一个大锅来 我觉得这个鱼真的负担很重啊 就是上一趟山 就是要背那么多东西回来 来上一个大锅蒸它 好 好 咚 开火 上气了 热的 热的 上气八分钟 那等等呗 你等等 那你跟我分享分享 这个季节的养生的一些知识吧 雨水洁气 比较干燥 虚火大 适合羊皮养类 多吃一些生发的东西 韭菜呀 绿豆芽呀 这些东西多吃一点 不腻的东西 不要多吃 而且这个春天呢 咱们讲话春午秋冬嘛 寒的东西 尽量不吃 咱们多吃温和东西 八分钟到了 我关火 好 我跟你讲 接下来张大丑我先要表演一个就是 可以直接从这个滚锅里面把鱼拿出来的 那也不行 是不是得需要一个工具呀 热成热 是不是 来这个 这个会选吧 可以 来 走开 好了 最后关键时刻 香哥松子 为什么要加松子 松子提香 这是春酒 就头茬韭菜 头茬韭菜 这是最好的 对吧 稍微来一点姜丝 品香就出来了 咱们不要太多的下葱花 胡椒粉 少来 少来的目的是什么 咱们要那胡椒粉 拿一支热油淋完以后 让那胡椒粉的味儿 把这些青色的东西提下去 稍微加一点醋 别太多 一点点提所有味儿的线 可以吃了吗 不可以 我得吃热油 帮我准备点鱼取油 出烟了 好了 关火 这感觉好 冒烟 好嘞 那这个油呢 油 终于吃油 一会儿等会儿 等会儿焦热的 春季季凉啊 对不对 也不用开火 就类似就是最后锅边这点熟酱油的感觉 对对对 淋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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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成了 吃油的香一下就出来 一下就刺激出来了 酒香松子桂花鱼 OK了 我人家都好香啊 一定要加上这个香菇跟筍 小鱼 太鲜了 嫩鲜滑 嗯 取油啊 趁热给它滋了一下之后香 嗯 比之前更香了 鱼也非常非常的嫩 您觉得怎么样 嗯 完全不一样 我们那儿可能就像您说的 要么就简单的清蒸了 要么就做成酸菜鱼 酸汤鱼了 这个蒸8分钟 基本上鱼肉是脆 嗯 还真是 这个鱼呢吃着要脆脆的粘牙 对 就是这个好的口感 对 太太乐鸡汁 真鸡入汤自然鲜 半仙半缕 太太乐鸡汁喊您回家吃饭 买您满面 润准福利门 回家吃饭由中凉福利门米面 冠名播出 鱼切好花刀片 搁点盐糖味 稍微的腌一下 抓一点生粉 锁住水分 给它垫上那个丝瓜 将焯好水的笋片香菇片 一片鱼肉 一片笋片 一片香菇 马上整条鱼形就可以了 蒸锅呢 开锅以后上了气 蒸8到10分钟 拿出来以后 撒上松的仁 韭菜末 香葱 姜丝 撒上一点胡椒粉 点上一两滴醋 撕热油 再淋上蒸鱼尺油 就好了 今天特别好 两位都带来了特别好的 跟咱们的元宵节 还有鱼水这个节气有关的 好吃的和养生的菜品 因为今天是元宵节嘛 按照我小时候的传统呢 我们要玩这个 要闹花灯 对 要闹花灯 这个是我自己组装的 亲自做的 闪闪的 这个送给您吧 走 谢谢 祝您新年 朱式顺利 这个小狮子送给您 谢谢大费 事事如意 事事吉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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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年一定要记得多回家吃饭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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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